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是木质的呀 怎么可能飞啦 我要回去找 在这么危险的时候 大家都那么在乎那一只鸟 看来这只鸟很重要啊 当他回去找到那只鸟时 那一种喜悦挂在脸上 而这只鸟和宇文月的那个鸟 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而且从骁御第一次来长安神的时候 还没进长安神就说 月凶 我来了 这个月凶莫非就是宇文月 那既然宇文月是你的性交知己 你为什么杀他的确 燕旋才是你的夫婿 那既然燕旋是你以后未来的夫婿 为什么你要拿他做目标 是难道就是严情剧的套路吗 恨得越深 爱得越深 前一秒还在杀杀杀 后一秒就服寻服寻的叫 所以这让燕旋很尴尬呀 你们可能不知道左老头的背景有多大 这左老头这么重视风云力 肯定跟寒山萌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有可能还是十二人节之一 圣当左人节 左老头是黑色鼎鼎有名的大老 也足以称得上是人节了 而且你看他对风云令的关心程度 以及对心儿记忆的重视程度 肯定不是坏人 他要是坏人啊 小明直播吃 吃吃吃吧 左老头运用素油术和心儿共享之记忆 歪歪到高潮的时候被宇文月打断了 高潮的时候被打断了 你觉得左老头会给你什么好脸色吗 不会 要不是打不过宇文月 早就上去弄死他了 心儿虽然也很想重温旧梦 但是爱宇月公子还在他身边 示意左老头不要再说了 在出去的时候 心儿还小声的对左老头说 他还会再回来的 咦 我们这关系真复杂 虽然左老头嘴上说着 让他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但还是忍不住笑出了声 仔细想想还有点小激动的 心儿聚找左老头是必然的 因为只有左老头有恢复记忆这个地方 所以心儿会找机会 此下去会面 我们根据已有剧情都可以知道 心儿就是风云令主 等心儿找回记忆 召唤十二人节 主见一方势力之后 这一句高富帅 走上人身巅峰 不是梦 而宇文卓这个老头最近有些躁动 双腿都被心儿打拳了 还不完分呢 不过他的第六感很准 虽然不知道心儿是当初打伤他的人 但是他的第六感让他很讨厌心儿 并且一直都只把他当成实践 就是那种随身可以为宇文家献身的间谍 祖父都发话了 宇文月还没说什么 宇文月不敢说话 让心儿觉得很委屈 感觉就像那种受了气的小媳妇一样 恰恰要碰见燕 询问他 跟不跟他一起回燕北 在宇文月这里受了气 秦安这一赌气啊 用这个燕北之心 就是十拿九稳了 其实心儿去燕北是早晚的事 他那落河的木珠里的信件内容 就是让心儿去燕北找那个啥 乌先生 呸 乌先生 这个乌先生啊 小便怀疑是东方记 从左老头和东方记的谈话中得知 落河的那个木珠是东方记造的 而里面的内容是让心儿去燕北找乌先生 而燕北有势力 并且称得上先生的 只有东方记 所以乌先生等于东方记 没毛病老铁 但是心儿这一趟肯定是白去了 因为东方记先燕士城凶乌大志 不敢造反 所以决定离开 毕竟他是落河的十二人节之一 落河被皇帝派人所杀 他肯定要为落河报仇 而这个燕士城 既然不敢造反 他也只好 另有高教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看完的伙伴 记得点击订阅 也可以微信微博 关注范儿与世 点关注 不迷路 超哥带你上高速 哈哈哈哈 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